如果他失败的话,就会让你估计你没有支持他 全部进去 你一定是在底下,你不能触碰底下 伊隆·马斯克刚刚放出一个惊天的消息 如果川普输掉大选,这将是美国最后一次大选 如果川普不赢这个选项,那是我们最后的选项 更令人震惊的是,马斯克说他自己会被关进监狱 甚至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但这还不是全部 大家好,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先赞后看,好运不断 马斯克在最近的专访中,不但阐述了AI的致命威胁 和觉醒病毒将如何毁掉人类 还爆料了爱布斯坦的秘密妇人名单 不惜触动政治暗流中的敏感神经 更是直接点名拜登和卡玛拉是傀儡 他的犀利言辞无疑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让他成为某些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甚至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 怎么就给自己惹下这么大的祸端呢? 如果你认为马斯克是在发出警告,请留言333 如果你觉得他是危言耸听,请留言666 我期待看到大家的讨论 今天我将深度解析这段长达一小时五十分钟的采访 带大家看看这位改变世界的科技巨头 到底在担忧什么? 又在计划什么? 别走开,真相即将揭晓 就在刚刚,马斯克发布了特斯拉汽车机器人 Robert X 这个被他称为载入史册的一场发布会 名为CyberCab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闪亮登场 这也是目前地球上第一台没有方向盘和驾驶舱的汽车 特斯拉人行机器人也出现在发布会现场 这款机器人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当老师,照顾孩子,可以遛狗,修剪草坪,买菜 甚至可以当你的朋友,端饮料 17年前,马斯克孤注一掷 把全副身家投入到特斯拉和SpaceX 他正试图和SpaceX一起移民火星 与特斯拉一起重塑交通 彻底改变我们在X的沟通方式 那么今天,他将再次走上牌桌 开启人生的第二次豪赌 最近,他接受了塔克·卡尔森的采访 卡尔森就是采访过普京的前FOX的新闻主播 虽然两人聊天一开始充满欢笑 感觉非常放松,也很投机 但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 他表示,他要凹印川普的竞选 主持人都惊了,你有必要这么高调吗? 万一输了,都没办法和那个人撇清关系了 马斯克面对这一连串尖锐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他还报了哪些猛料呢? 让我逐一和大家分享 10月5日,川普再度返回当时险些遭到暗杀的宾州巴特勒郡进行竞选造势 马斯克也蹦蹦跳跳,充满激情地跳上了舞台 他还效仿川普当时被特勤局带走时高举右手的模样 他表示,面对危机时如何应对是对一个人性格的最真实的考验 他更指出,这次的选举是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对于川普来说,是必须获胜的局面 马斯克也独促台下的观众投票 且要催促身边的人都去投票 让你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你很烦 马斯克的all in可不只是嘴上功夫 他在X上发文写道 只要你推荐一名摇摆州选民 就可以获得47美元 太好赚了 在美国,公众影响力非常大的人物 在政治押注方面越是相当精明 他们甚至会两头下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回报 像马斯克这样毫无保留押注一边的行为是非常罕见的 与其说他押注大选 不如说他相信自己企业的竞争实力 他从采访一开始就说他可以获得美国政府的关键合同 依靠的是企业的强大竞争力 产品优质,价格又低 他的SpaceX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补助 都是靠自己的实力 事实上他一直受到民主党政府不公平的对待 说起来这个,马斯克表示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马斯克并不是以卷入政治争端而闻名的 当然他对气候变迁,税收政策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通常并不会涉足政治人物的水域 所以对他来说,特别是all in全富身家支持川普的时候 这是你不能置之不理的事情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 这让你想知道他到底在这里的目标是什么 即使是all in也不意味着他一定会赢 你们知道民主党现在在做什么吗 但这些没有必要动待各种指军政府的 dapat 它们可以含这个 他们是在伤绩 各种人的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如果你看到他们的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是那个 Bradford国的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像这些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市民主党 到香港香港的资料香港 反正在如果资料香港、资料香港的资料香港 有几和加出地益香港人的资料香港 包括选择人厂香港 这个数字听起来真的很惊人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个人相信是真的 我也做了些核实 虽然我没有查到700%的数字来源 根据USA Facts的数据 2019年10月至2024年6月期间 有1100万未经授权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 这大致相当于人口第九大洲 北卡目前的人口 2023年12月 每月人数达到峰值 超过37万人 每分钟超过8个人 2023年12月的人数约占2017年的70% 截至2024年6月 即CBP可用数据的最后一个月 2024年报告的非法入境为144万起 如果他们来说 他们会写过的 他们会写过来 他们在其中间 他们会写过来 对他们的社会 对他们为了 他们的保持 非法利益 对他们的 但他们是否写过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的最后一项 他们的最后一项 大谈之后 他们的公司 也有些传闻 这些相当的 变得 他们背信 他们够了 所以他们选择 所以他们写过 他们的 所以他们的 我的批判 是 如果有一次 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大 这些非法移民最大数量是墨西哥人 维地马拉 宏都拉斯 他们的生育率都很高 他们都会有孩子 他们都会继续下去 他们会投票给民主党 这样未来的美国就真的像加州了 加州原来是共和党的铁票仓 大概是80年代大赦后进来很多移民 逐渐变成了民主党州 加州现在的情况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原来那么美丽的一个州 过去这四五年的光景 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加州的好友都说 加州真的不能助人了 好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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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说了三个好恶心 这是真的吗 网上查了一下 还真的是 这太疯狂了吧 但是如果你坐飞机 住酒店 买枪 打疫苗 都需要看身份 但是投票不要 那你还要绿卡 还要公民身份干嘛 马斯克说 这样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规模 舞弊行为无法证实 马斯克说 只需要六个关键摇摆州 这么做了 美国的大选 就变成了民主党的初选了 根本不存在 两党竞争的局面了 马斯克谈到在摇摆州 民主党投入的竞选资金 要比共和党多得多 新闻媒体也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简直就像是民主党的 专属啦啦队 好莱坞和那些大明星们 也都支持卡玛拉 倾向于民主党 即使在这样的 历势的情况下 共和党在摇摆州 依然具有竞争性 双方支持率不相上下 这意味着 如果民众知道真相 还是会选择支持共和党 还有一点我一直不清楚 为什么那么多富人 会选择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不是号称 杀富济贫的吗 马斯克接下来给出了答案 卡尔森问马斯克 为什么不选择更轻松的一边 和川普同台 不会给自己惹麻烦吗 马斯克说自己认识支持卡玛拉的大多数富人 然后就爆了一个大猛料 马斯克说他们把五六百个1月6日的抗议者关进了监狱 却没有处理爱普斯坦名单上的任何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爱普斯坦名单吧 一故富商爱普斯坦 生前涉及了性侵少女和性交易案 他与2009年承认诱骗未成年人士卖淫 在2019年等待审判期间自杀身亡 天哪这真是吓坏宝宝的重磅炸弹 李德霍夫曼是卡玛拉的主要金主之一 马斯克还提到了比尔盖茨 我记起来当时梅琳达盖茨说 他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盖茨和爱普斯坦的关系 在爱普斯坦被定罪为恋童币后 他说他令人憎恶是邪恶的化身 马斯克坚持认为只有川普当选 这些邪恶背后的势力才会被清理 马斯克坚持自己所说的 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话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整件事是如何吸引世界注意力的大失刻 马斯克知道如何按下按钮 他非常擅长用几句话让人们猜测 他成功地创造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让每个人都在谈论辩论 并想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老实说这是他天才的一部分 我一直还有一个担心 如果万一川普输了的话 马斯克会不会遭到报复 毕竟他真的极尽所能 嘲笑挖苦了卡玛拉 他们会对X下手吗 在访谈一开始 马斯克显得特别自在轻松 他乐呵呵地说 如果川普输了我就完蛋了 虽然马斯克是嘻嘻哈哈的 我还是心里一沉 马斯克其实早就成为民主党的眼中钉了 大家是否还记得拜登就做了这样的事 电动车委员会居然没有邀请马斯克 SpaceX也被联邦政府大规模起诉了 马斯克提到如果民主党赢了总统 赢了众议两院 那么一定会对X下手的 看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马斯克的这些大胆言论 在短短四年内 马斯克从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派中间派 离开了民主党 变成了一个川普的最大支持者 大家能看懂他的心路历程吗 当谈到美国是否可以恢复 稀肉的自由和繁荣 马斯克变得相当严肃 他觉得这次大选就相当重要 只有川普赢了才会有这样的机会 最后 马斯克呼吁大家可以在他创办的 美国政府效率委员会的官网上 去提任何可以提高政府效率的意见 他会去看 再过一个月 马斯克这场人生豪赌就要揭晓了 如果川普当选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 横跨政界和商界的超级富豪 所以 大家觉得他有戏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对马斯克来说 总有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事情 谁知道马斯克下一步会做什么 也许这就是开始 我认真地希望马斯克这一次 可以再次成功地改变一切 我不想美国变成加州一样的 一党独大的政府 也不想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 像加州这样混乱的国家 离大选只有20多天了 为了我们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投票 支持川普 马斯克一定要小心自身安全了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请不要忘了点个赞再走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的分享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